阿伯我來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BAY阿伯 那麼歡迎回到我們無課這樣玩的第二集 那也是我們今天開服的第二天 來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現在整體的戰力 來到了110萬 然後存了8000的元寶 基本上我現在是不會去花元寶買招募令 因為對於我來說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任何的需求 我們要開始準備存元寶了 那一開始是可以稍微的花一下 還有就是說 這邊阿伯是選擇把趙雲給練上去 因為趙雲 嚴格來說你一開始沒有抽到什麼 甘寧 然後沒有抽到 給大家看一下好了 魏國的話就是 愚靖 然後張寮 跟 這個許楚 那蜀國的話就是 關羽 那皇宗的話勉強或許還 還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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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強 極為勉強 好不好 所以說魏國有三隻馬 那蜀國的話主要就是 關羽 還有趙雲的話 整體輸出是比較高的 好再來 吳國的話這邊 孫全 這不用說這個非常難抽 應該說要抽的機率不高 那有甘寧 甘寧 然後 比較推薦甘寧 那其他 孫上香的話 我覺得打BOSS沒有到這麼好用 所以說我們一開始還是先把這個資源給我們的主力打手 為什麼 因為我們要去挑戰這個軍團的BOSS 非常的重要 因為可以獲得到很多的資源 我們上一集好像已經有講過了 所以說我們最好是追求一些單體輸出高的 我們先練起來 然後前面先過渡 反正我們這個肥料到九星都可以當作肥料吃掉 九星 十星的話 沒問題 應該也是可以 所以說 一個過渡角我們可以練到九星 可以練到十星 但是十星還是不建議啦 因為十星的話 要比較後期才需要十星的肥料 所以說 我們肥料 盡量就是上到九星就好了 九星就好了 那 再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天 等級來到41等 那也拿到了魔罩雲 魔罩雲的話還蠻重要的 為什麼蠻重要的 因為 這邊魔罩雲他也會加這個攻擊的一個buff 這邊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放這個 鎮守蠔勇 那可以為我方全體武將附加這個鎮守蠔勇 那 基本上鎮衛都會有一招 然後 他是可以跟我們的這個 三國的鎮衛 去疊加的 像他是鎮守義勇 翼勇的話是加20%的傷害 然後 好勇神魔類型的 就是加20%的攻擊 那這兩個是可以疊加的 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神的話這邊應該也有 神張飛 神張飛是好勇 沒錯 那 神張飛這個CD只要兩回合 那 角色的部分我們之後再來討論 神魔的話我現在還在研究 那之後呢 有比較確定的訊息 再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反正我們主練就是 如果你都沒有什麼角色可以練 那就練趙雲吧 不過有個地方要注意就是說 要有三隻啦 不要到時候升到八星 上不了九星 當不了肥料 就比較尷尬了 不過 趙雲還算好出現吧 我覺得啦 我個人覺得啦 那麼 上次我們有提到說 巨險令的部分 盡量是抽在 這個什麼 神魔 這邊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除非你是很想要追求進度 不想蹲 可能我就 玩兩三個月 一兩個月 我不知道我會玩多久 那你再去抽這個三國 不然的話 一律 是抽這個神魔的角色 好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他這個 跟我們的 跟我們的那個什麼 神魔三國字 還是有蠻大的一個區別 像是他有 我沒有看過的一些玩法 像是這個 諸侯爭霸 這邊可以放船 那這個船呢 就是 我們拿來升級美人的這個道具 那每天呢都可以來運輸 運輸就有機會被對手給截船 好 那這個詳細的玩法之後 會再來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詳細的 那我這邊呢就稍微 粗略的講一下 那我們花元寶可以升階 那要不要升階 也是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我還沒有去試算一下 好再來就說 以被攻擊的次數 以被攻擊的次數 所以說我們一天只會被搶一次 應該應該沒錯吧 應該沒錯吧 然後這邊 非常多的玩法 還有個地方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的軍團爭霸 軍團爭霸的這個黃金寶箱 居然 居然可以拿到 拿到元寶耶 那所以說有一個很強的幫會影響是蠻大的 我截圖到我們這個群組給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呢 可以加一下我們的這個群 咦 我這邊把這個群貼出來好了 沒錯的話應該是少這個啦 我不知道有沒有貼錯 老實說 那我最近用的蠻多的 那我們就把這個群放在 先放在右上角好了好不好 那想要 加入的話就可以掃一下 好 那我們剛剛講到哪裡 講到說這個 有盟很重要 因為會有拿到這個 可以拿盟戰 可以拿 拿元寶 這個很重要對不對 這個是比我們神魔三國志的獎勵還要好 我是抽到了600元寶 我覺得蠻運氣蠻好的 運氣不好的話 在這邊應該算是抽到這個 貢獻值啦 只要抽到元寶都算賺 都算賺 好 再來就是說 這個盟戰的部分也比較不一樣 幾乎每一個人都上陣了吧 這邊一共上陣了 25個人 超級多 不像我們的那個 不像我們那個神魔三國志 神魔三國志上陣的人 好像差不多10個 所以說每一個成員都很重要 好 26人 這邊就要打26個人 好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還有哪邊 還有哪邊要注意的 來來來 好像差不多就這個樣子 今天就開美人 那美人要約會就是要有酒壇 那酒壇呢 在這個神魔三國志裡面是靠掛機就可以獲得 就是升級約會美人的這個道具 但現在呢是放在了這個 這叫什麼 PVP PVP的部分呢 增加了更多的獎勵 更多的玩法 所以說強度上面 變得相當的重要 最後呢 我們再來帶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們身心武將呢 可以解鎖天賦 那這個天賦加的能力還蠻多的 像我這邊三級就加了1050的一個攻擊力 對不對 然後這邊又加了差不多 差不多快10% 然後同陣營的話這個效果更好 所以說到時候五屬 就是同屬陣的表現會更加的理想 更加的出色 更加理想更加的出色 我們要去獲得到這個天賦的道具 要潛能石 那潛能石呢 我們在主線這邊推圖的時候 會有個摸金效位 那麼在這裡就是 有點那個碳粉墓的一個地方吧 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岩漿 埋藏在地底裡面的寶藏 然後呢 也是一張類似推塔的一個玩法 那過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去獲得到這個 很多很多的這個潛能石 所以是很重要 很重要 那難度的話 還蠻高的 還蠻高的 就是說 基本上點不太滿 像你看我現在 一隻的天賦我都點不滿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的這個分享呢 就到這邊 之後呢 會再來為大家帶來更多的這個資訊 之後呢 還會再陸陸續續新增更多的攻略影片 來分享給各位 那有 就是有問題 有說錯地方 都歡迎大家在下方留言板 留言分享 那我們今天這一集的影片呢 就到這邊 我們 明天再見 拜拜 拜拜